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,它还带有力量。 沟通专家提醒,在职场沟通中,我们应该注意说话的方式,以照顾对方的心情。 好话能带给人希望和鼓励,而恶语则会伤害人心。 有三种话在职场沟通中应该避免使用。 第一种是含有毒药的话,毒则怪,嘲笑或轻视对方的话语。 第二种是句点他人的话,也就是让对话快速画下句点,不给对方发表意见的机会。 第三种是质询的话,过度质问对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 在沟通中,我们应该保持好奇心,尊重对方的意见,并避免使用这些话语,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第二则新闻。 根据统计,大约八成的财新世界500强公司,使用NBDI来评估员工,以制定团队辅导计划或作为雇用参考。 然而,这些人格测验之所以受欢迎,是因为提出了对于人性的简化观点,可能造成主管用过于单一的视角来评估员工。 心理学界目前越来越推崇用大五人格来分析员工特质。 大五人格强调每个人都有五项特质,分别是开放性、尽责性、外向性、亲和性、神经质,又称为有神人格。 NBDI是类型论,在同个维度里性格会相斥,但比较内向与众感情,不代表无法外向相处,或不擅长逻辑判断。 大五人格则是特质论,强调每个人都有以上五项特质,只是程度差异不同。 第三则新闻 台湾人才市场竞争日渐激烈,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好人才,必须深入了解求职者的需求和员工离职的原因。 松仪气管CEO指出,现在的求职者更重视雇主品牌,未来发展机会和工作地点的方便性, 高阶求职者还会考虑与公司主管的理念和组织文化是否契合。 薪资待遇对求职者来说也是重要考量,企业应提供高于期待的薪资或其他工作待遇。 新创企业则可以以企业愿景、低底薪高奖金、训练和升迁机会等吸引人才。 此外,领导力和绩效措施对留住好人才也很重要。 员工通常是因为不满意主管才会离职,所以企业应该致力于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绩效激励措施。 最后,企业应将员工相关支出视为投资,透过培养干部的管理能力,提供具竞争力的待遇和建立绩效机制,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成长。 第四则新闻 英国奢侈品牌Burberry面临财务困境,计划裁员数百人以血减成本。 过去一年,Burberry股价下跌57%,来到15年来最低点,市值更是腰斩,年度获利也下滑36%。 背后的原因,除了中国市场销售下滑,英国政府寄出游客税等因素影响业绩外,也是因为Burberry的债务问题日益严重,债务已经从4.6亿英镑增至11亿英镑。 有分析师认为,Burberry股价低迷可能引来私募基金或美国竞争对手的收购出价。 Burberry的未来正充满不确定性,并同时面临全球经济不稳定和激烈竞争的挑战。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